欢迎回来 命运好好玩 讲到这个夫妻相处 平常各忙各的 但疫情期间 大家在一起时间长了 就可能多少会有一点 冲突跟摩擦 爱琪说你跟老公 两个都曾有过不愉快 然后离婚都有脱口而出 没有 其实是因为我老公 他自己很爱讲 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很多说 然后又很爱讲 因为其实从去年开始 我们因为疫情 所以就他的那个事业 其实在以前他还蛮顺遂的 说实在话 蛮长的一段时间 那因为他现在自己创业 然后又遇到一些状况 那其实我们旁边 其实蛮多好朋友都还不错 都是都会来帮我 就是多少都会帮忙 但是他 你说多少是借钱是不是 钱的部分也是有 但是精神上面的比较多 就是说会就是鼓励我们 然后会陪在我们旁边 但我先生会觉得 就是我觉得多少男生 都会有一点点比较自卑感 就是会觉得说 失忆 对 比较失忆 所以他就会 他就有时候就偶尔就会说 你如果想离婚的话 你就现在早一点讲 他就这样讲你知道吗 他先讲 莫名其妙的就是 对 然后其他我觉得 我觉得因为其实这个状况是 我们一起在努力 我们在一个很 就是也没有预告 也没有预告 他又直接把悲情片就打开了 对 但是因为我会很生气 因为其实我们都很困难地 在做这件事情 然后很辛苦地在撑 但这个感觉是 有一个人在扯你的后腿 你知道吗 就是说如果你要走的话 你现在先走 趁你现在还年轻 搞不好你可以找得到 还是有很多人会想要照顾你 然后就觉得说 你干嘛突然讲这种话 很莫名其妙 真的 对 然后而且他不是只有一次 就偶尔就会 就突然间 你如果要走的话就走 他就想说我走去哪里 当然后来我就 后来有一天我就跟他讲 我就说如果我说真的要离婚 这两个字说出口的话 我就是真的要离婚 所以你不要随便乱讲这两个字 因为对你来讲是很重的 对 对我来讲说 如果我今天跟你说 我要离婚了 我就是走了 不可能在这里 我还在那边跟你讲说 如果要离婚怎么样 然后他就有点吓到 因为其实他就是那种 他感觉上是比较心细的那 我是比较出线条 有什么话我就会直接说 可是他就偶尔就会试探我 他会觉得说可能 他会觉得说 我可能会觉得这样很辛苦 然后跟着他会 可能就是没有那么 所以他有一点自怨自爱 一点点 我觉得多少都有 可是我觉得你不能用这种方式 就是来这样子试探我 来说这种话 我觉得是很不好 你英文是有够好 可以好到这样跟他吵架 也没有就是讲 就是很白话这样子 就慢慢讲 就是说那你与其 你想要离婚这样子 万谈 你不如现在去骑Uber好了 你叫他再忙一点 对不对 他已经够忙了 对 但是我觉得就是 我觉得多少后来 他听到我讲的话之后 他就有比较听进去了 就再也不太敢说这两个字这样 是喔 对 他后来就不敢接了 所以其实他真的很爱你 所以有一次你在浴室滑倒 就是因为我就是要 赶着要去接小孩 我刚好运动完 然后回家洗澡 然后想说时间来不及了 然后就一回头 蹦一声 我是整个头啊 是撞到地板上面 哎呦 那会很严重 我们家是磁砖 然后我是听到一声 撞一声 很像那个鸡蛋掉到地上的声音 哎呦 然后就这样 这很严重欸 我的眼前就一片黑这样 一片黑 我就不能动了 然后就想说完了 因为我听到那个声音 很恐怖的很大声 他想说我怎么了 就是突然间 因为我也没想那么多 只是觉得好像撞到头了这样 然后那时候家里都没有人 还好我们家那个厕所门坏掉了 刚好那个打扫阿姨 她那天下午要来打扫 她就听到里面怎么有东西 掉的声音 是我那头撞到地上 她就有人吗 她就把门打开来 她就看到我没有穿衣服 全身上就是刚洗完澡 她就这样躺在地上 都不能动 她整个吓到了 她说你要不要去 我叫那个救护车 我说不要 我没有穿衣服 我还跟她讲 然后她就打电话给我老公 我老公就打电话说 你不要睡着 你千万不要睡着 因为其实脑震荡可能睡着了 就起不来 有很多人就是这样走的 对 因为我是先跟我老公讲说 我现在头不舒服 我要先躺一下 我先休息一下 我可能应该休息一下就好了 你们不要叫救护车 就是太麻烦了 我也不知道我的状况 她说可是你现在不能睡 对 然后她就一直打 说你不要死 我说我不会死 就是她就很紧张 她说有人这样睡一睡 就走了 然后她就赶紧回来 就是 她就很紧张这样子 代表她还是很在乎 对啊 哦 是呢 来来来 我们就问一下阿美老师 什么紫薇命格的女人 会得到另外一半的真心疼爱 OK 好 今天我们的题目就来到 感情这方面 其实我们之前有讲过 感情的部分 我们就要看我们夫妻宫的位置 所以像我们爱琪这边 就是出现在右下角 有一个夫妻宫 那艾成这边就是 右上方的第二格 上面属下的第二格 右边 右边 上面 对 今天讲的是 就是说什么样命格的女生 但是虽然标题是女生 但其实男生也可以看 简单来说就是你的另外一半 如果你的夫妻宫 有出现这些形象 基本来说就是会为你加分 举例 她跟你的互动关系比较好 甚至在你的感情上面 比较黏腻的这种对象这样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三名 来 第三名就是我们爱琪这边 她夫妻宫上面有正座的 文曲这颗星 来 文曲这颗星如果出现在夫妻宫 就代表说 你的另外一半 非常在乎你的想法 这个的概念有个重点是 就像刚刚爱琪讲的那个故事 她为什么要跟我说 如果你想走你就走吧 其实这是一个文曲 对于自己感情内心的不自在 那个所谓的不自在是 她会觉得如果我没有办法给你 你拥有的东西 那我会觉得我要尊重你的权益 所以我觉得可能在外国人的表达上面比较直接 她会觉得说我拉不下面子告诉你说 我觉得我没办法了你先走吧 她反而又反过来的话告诉你说 不好意思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想走 你就离开吧的这种感觉 而且像文曲是一个非常会说话 就是表达方式很重视别人心理想法的特质 所以如果观众朋友你的夫妻公有文曲 都会代表是对方是心思细腻 而且会表达会讲出来 但非常重视感情 不会想要跟你有分开概念的这个特质 但相对来说会有带一点依赖性 所以来爱琪那边旁边文曲 是不是旁边放了一个紫威跟七煞 也就是说 因为如果知道观众的时候 紫威其实是很有组件的 七煞讲话其实很直 但文曲很软 也就是说何摘几个人就是说 他叫软硬兼施 生气的时候 很直言的时候 讲话很犀利 但是一到感情或是很细腻心象的时候 你会发现他其实会表现出那种 很紧张很担心 甚至想为你付出的感觉 所以紫威的自尊心很强 代表的含音就是说他自尊心强 但他用文曲包装出来就是说 那你走吧 我觉得我不一定能够完全的帮你加分 所以他其实脾气并没有到非常好 但是他文曲愿意扛下所有事 就像刚说作家是保护身边的人 所以文曲在夫妻宫是非常加分的位置 对 他的特性是怎样 OK 好 再来我们来看第二名 第二名就是你的夫妻宫如果有天童 来 天童这个概念就跟爱相关 两位刚好都没有 天童的概念跟爱相关 他是一个小孩子 他很重视感情 他很重视两边的沟通 他很重视与人和好以及协调 所以一旦是你是夫妻宫天童 你就会发现 哇 对方的那个天真 对方的浪漫 他不希望我不开心 他希望我觉得 他希望我过得非常舒服 甚至跟他在一起的时候 没有任何的距离 所以如果你的夫妻宫是天童 你就会发现 对方是一个事事都以我为主 但相对来说 他也很在乎我意见 但比较没有自己想法特质的人 但在感情上面 你会得到他完全的爱 因为天童这颗星是一个 只要没有感情 他就什么都做不了的一个星象 的这种感觉 这样 好 再来我们就来看第一名 来第一名就是我们熟知的 所有的感情的题目前三名 都会有太阴这颗星象 太阴就是母爱光辉喷发的星象 什么事情都以感情为出发点 什么事情都是感情为第一 概念就是说呢 举例我跟你建立的关系 我就绝对不会轻易地放手 除非你不要我 我会为了你做牛做嘛 纵使我不敢发生任何的大的事情 别人怎么讲都不干我的事 我只要证明你是爱我的 我只要证明你跟我是在一起的 我们心是在一起的 任何问题我们都可以一起解决 所以太阴从 这个很像我啊 这个怎么没有邪我啊 对 因为你是命宫 所以你看太阴在你的命宫 对不对 所以我现在讲就是你的性格 命宫太阴就是我是太阴的人 因为现在讲的是夫妻宫是对方 所以来哦 太阴在命宫代表说 爱诚本身就是一个 面对感情这件事情 我才不管别人说什么 只要你曾经证明过 你是在乎我的 甚至你为我付出了很多 我就觉得 我可以把我整个人生都给你 因为这个在夫妻宫是这个特性 所以在命宫就代表 爱诚你本身自己是这样的人 对于身边的人 像对王总的概念就是 我对于你的两个的互动关系 我非常重视 他不管别人说什么 因为我对你的爱是真的 你对我的爱也是真的 所以我们可以互相包容 而你的包容度跟海一样宽 就是不管对方做了什么 你都觉得没问题 没那么伟大啦 但是这类似的类似 概念就是这样 太阴就是这样的一颗心 所以在男生身上也是重感情的 对 因为太阴就是 完全就是 只要你跟他建立了关系 他就把你当小孩 永远是我的小孩 所以小孩不管他跑多远 他做什么事情 我们两个都是 一样在一起 找一个 夫妻宫太阴的另外一半 很棒耶 很棒耶 对 很棒我可以讲 你不能讲 对 所以我相信爱诚一定非常的 会在家庭这块上面 跟互动关系这块上面 完全的付出 甚至以对方为主 赞 还在努力 谢谢老师